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最热门的车中就是 B-Segment 的 SUV 基本上每一家汽车制造商都会有一款 B-Segment 的 SUV 就算没有的话其实也是在计划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马来西亚市场有的 B-Segment SUV 有哪些 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盘点不代表这些 SUV 就有货哦 第一款要讲的就是 Proton 的 X54 相信大家对这款车都很熟悉 因为这款车一面试之后销售成绩非常的好 然后订单也很多 根据原厂的这个资讯呢 他们的累计订单已经超过了10万辆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有4个车型可以选择 然后两种引擎 分别是1.5L的 MPI Turbo 还有1.5L的 GDI Turbo 在引擎的马力上面也是有一些差别 在1.5L的 MPI Turbo 上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48 HP 峰值扭力表现 226Nm 至于在1.5L的 Turbo GDI 则是提供了 175 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两者都是匹配七速的自排变速箱 不过只有在顶级的版本上面 才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拥有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之所以可以 那么畅销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性价比 因为这款车在免除了 SST 之后呢 它的售价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还不到 11 万令吉 加上出车的性能跟配备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消费者喜欢这辆车 不过目前为止 这款车的交车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所以你目前订车的话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车 还是一个位置数 第二款要讲的 B-Segment SUV 就是 Mazda 的 CS3 这款车也是最早期进入我国市场的 B-Segment SUV 之一 它的外观就算是现在看还是非常的帅气 而且内装的质感跟设计精致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就算说它的销量并不算是太高 但是还可以吸引一般消费者 它拥有一群忠实的粉丝 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款车 这款车主打就是它的动力还有操控表现 由着 Mazda 的这个人马一体驾驶感受 还有这个2.0L 的自然进气引擎 动力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 实际上这个 Mazda CS3 它跟 Mazda 2 一样是采用相同的平台打造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拉高版本的 Mazda 2 但是它的这个操控表现并没有被影响太多 在引擎的部分 这款车搭载的是 2.0L 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54HP 峰值扭力表现 204Nm 匹配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我曾经开过这台车从 KL 到 E宝 在 E宝 的山路路段呢 这款车它完全可以驾驭这一段路程 并不会感觉到它 Under Power 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款车毕竟是比较老了 而且因为它是 CPU 进口的关系 价格会略贵一些 重点在于它的这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所以目前为止要吸引消费者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不能否认它还是一款套车 第三款要讲的车是 Biojo 的 2008 这款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B Segment SUV 之一 它拥有了非常精致 非常帅气的外观设计 至于在内部呢 也是有满满的科技感 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 3D 裸眼 3D 显示的仪表 这个视觉效果真的是目前 B Segment SUV 里面 最出色的那一个 至于这个车的动态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你开这辆车你完全不会觉得它是一台 X SUV 它更像是 Hatchback 完整的带给你的出色的驾驶感受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它采用的还是 1.2 公升的 3 缸 轮增压引擎 至于大马力表现是 130 HP 风车扭力表现 230 Nm 这台车在马来西亚搭配的变速箱 跟中国还有欧洲不一样 在欧洲的话 它匹配的是 8 速的自排变速箱 至于在中国 则是 6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马来西亚市场 还是采用和上一代一样的 i-信 6 速自排变速箱 这台变速箱实际是够用的 但是有一点点的缺点 就是它的换挡逻辑会有一点点的慢 有时候你采油的时候 它不大要换挡 至于在安全配备上面 它跟 CS3 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作为一台 B7 的 SUV 并没有太过丰富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大家最在意的 ACC 主动式定速巡囊 它并没有 但是像是前方撞击易警 车道偏离警示等等 其实它都还是有的 所以就看你是要这家配备还是要狗 外观帅气 而且操控很出色的 B7 SUV 的 这款车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 你怎么看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四款要讲到的 B7 SUV 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品牌 它就是广汽传奇的 GS3 其实 GS3 在中国市场 一开始的销量还是不错的 所以原厂也把它导入到了 其他的海外市场 而我国是目前这款车 唯一一个右驾市场 不过这款车呢 我只能说 还是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 例如说马来西亚市场 只有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12 HP 峰值扭力表现 150 Nm 怎样看都好 这个引擎的动力配置都只是足够而已 另外呢 它也并没有先进的安全配备 而且这款车的内装设计呢 其实还是在小改款前的设计 会比较普通一点 而不是采用这个中国小改款 科技感十足的内装设计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点 目前这款车呢 是 CVU 的 暂时还没有 CKD 的车型 远程也表示 未来这款车会进行 CKD 我是希望 CKD 之后 这款车可以添加这个 1.5 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再配备 跟内装上面再提升一点点 虽然说价格可能会高 但是消费者看到这样的配备 才会有买单的欲望 你说对不对 当然也欢迎你 对这个广汽传奇 GS3 发表你的看法 第五款要讲到的是 来自韩国的 Hyundai Kona 不是 EV 的版本 而是内燃机的版本 内燃机的 Kona 在马来西亚 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2.0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 1.6 公升的缸内直腾涡轮增压引擎 以我个人的观察 目前在市场上 还是这个 1.6 公升 Turbo 版本 比较多人选择 这具引擎的输足 非常的出色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95 HP 峰值扭力表现 265 Nm 匹配的是 7 速的双离合器 变速箱 加速表现跟运动感受都非常的强烈 我个人也开过这款车 这款车确实是它的操控表现 在 B-Segment SUV 中表现相当的出色 我甚至觉得它的操控表现甚至还比 Mazda 的 CS3 更出色 已经达到了可以跟着一个 2008 相比的地步 而且它的动力表现还更出色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款车的价格有一点点的高啦 超过 14 万应急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直接跳去这个 C 型们的 SUV 虽然说动力表现没有那么出色 但是最起码空间更大 那这款车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空间表现真的不算太出色 因为这款车跟 Mazda 的 CS3 一样 它是 B-Segment Hatchback 拉高而成的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我觉得会有点局促 并不是太适合多人使用 如果说你时常要再家人出门的话 那么这款车可能不适合 但是如果你个人是想要一些运动感受的话 那么这款车还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它的外观非常的个性化 性能也很强 非常的适合年轻人 接下来要讲的一款车就是 即将登陆我国市场的第三代 Honda HR-V Honda HR-V 其实已经在 2020 年在日本发布 但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芯片短缺的关系 马来西亚 MCO 的关系 所以这款车一直延到现在才刚刚要上市 不过马来西亚的等待是值得的 因为在目前已经上市这款车的国家里面 马来西亚的引擎配置是最丰富的 我们有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还有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可以选择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费者 还是要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个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跟CV F1 是一样的 180 HP 峰值扭力 240 Nm 同样匹配 CVT 变速箱 而这一代的 HR-V 给我最大的震撼 并不是它有涡轮引擎 而是它整体的外观跟内装设计都变得非常的精致 外观我就不多说了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内装设计 我甚至觉得新一代 HR-V 的内装设计 是同级车款里面最好看之一 如果是真的要跟2008相比的话 我真的很难选 因为两个都很好看 而且重点是这一次 HR-V 也导入了数位化的仪表 这个是符合时尚潮流的 而目前我们并不知道这款车的售价会是多少钱 不过我相信 Honda Meritier 应该很快就会公布这款车的详细了 大家拭目以待 在讲完了以上这些车款之后 其实还有三款车要讲 只是这三款车的定位有一点特别 它们分别是 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Mazda 的 CS30 还有 Subaru 的 XB 我为什么要说这三款车的定位有一点点特别呢? 首先就以这个 Corolla Cross 为例 原厂表示它是一台 C-Segment 的 SUV 但是如果你跟它的大哥 Toyota RAV4 相比的话 它的车身码小了一圈 但是跟传统的 B-Segment SUV 相比的话 它又大了一点点 接下来的 CS30 还有这个 Subaru XV 呢 它们其实都差不多的定位 所以我就愿意把它们称为 B-Plus SUV 就是 B 加 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又没有 C-Segment 那么大 而这三款 SUV 都各有各的特色 我们先说 Corolla Cross Cololla Cross 在马来西亚有 1.8 公升的自然进气版本 还有 1.8 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可以选择 其中它的混合动力版本销售成绩非常的出色 根据我们的了解 目前 Corolla Cross 的订单里面 有超过 40% 都是订 Hybrid 而且这款车实际上有一些诚意的地方 例如说它有这个 T-S 包含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这个前方撞击预警等等 另外 CKD 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呢 全车系标配来 LED 的头灯珠 这一点就比 CBO 的好 因为 CBO 的 1.8 公升还是采用鲁素的灯泡 至于空间表现呢 实际上这款车跟 Toyota 的 CHR 是采用同一个平台打造 但是 Corolla Cross 更偏向实用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会比起 CHR 大了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这款车在马来西亚销售转机非常好的原因 据说这款车的后车期大概是要 4 个月到 6 个月左右 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定调车的车主呢? 接下来要讲的是 CS30 CS30 同样的也是一款 B Plus 的 SUV Crossover 这款车可以看作是 Mazatry 的拉高版本 但是它的尺寸比 Mazatry 稍微小了一点点 尤其是轴距缩条的非常的多 原本的 Mazatry 它的轴距是超过 2700mm 但是到了 CS30 则是变成了 2655mm 原厂表示缩小轴距的原因 就是为了让它保持灵活的操控表现 这台车我开起来 确实是同级车款里面 比较少有的操控派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实际上会比 Mazatry 好一点点 这是因为它拉高了这个车身的空间 所以变成压迫感少了 自然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车的空间感好像还不错 重点是它的内装设计部分 延续了 Mazatry 的高质感风格 看起来非常的心旷生意 目前的 CS30 完全从日本进口 但是继续在今年的年为 原厂会 CKD 这款车? 到时候售价会不会便宜呢? 那就要到等原厂公布啦 最后一款要讲到的就是 Subaru 的 SV Subaru 的 SV 在 B-Segment 的 Crossover SUV 中是一个异类 它是少数配备了全轮传动系统的 B-Segment Crossover SUV 而且还有这个 Subaru 加传的水平对卧引擎 整体的驾驶感受开起来非常的出色 而且重点是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的消费者呢 那么这款车应该会适合你 因为它具备了还不错的越野能力 以前呢 Subaru 曾经在一些比较适合越野的路段呢 它安排了一些活动 让我们去体验这个 Subaru SV 的越野能力 这些路况老实说 我觉得只有 Pika Truck 才可以控制得到的 竟然这个 SV 它也可以 Handle 而且 Handle 的非常的好 重点在于这款车的内部空间表现其实也还不错 只是因为这个品牌在马来西亚比较冷的关系 所以可能一些消费者不会注意到它 可是必须跟你说是这款车还是一款好车 尤其是在小改款之后呢 它添加了这个 I-Size 的主动安全备备 另外也升级了它的这个全轮传动系统 让它的这个越野能力更出色 所以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这款车 试驾一下说不定你会喜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V-Segment SUV 盘点 它包含了目前马来西亚在卖的新车 即将登场的新车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定位的车款 那么在这些车款里面 你是不是车主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另外如果我们有漏了什么车款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提醒我们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